我来讲解恐怖电影电剧惊魂系列 电剧惊魂系列是一系列恐怖电影 讲述了残酷的杀人犯 数据设计的陷阱和谜语的故事 Jigsaw是一个试图通过墙 迫做过坏事的人做出改变他们生活的选择来教导他们生命的重要性的角色 他强迫受害者做出痛苦的选择并鼓励自我反思和成长 这些选择往往是致命的陷阱和装置是故事的核心 该系列由多部电影组成 第一部于2004年上映 随后的续集和衍生作品也随之而来 故事的重点是拼图 他的信仰以及他创造的残酷游戏 在整个系列中 有一些元素让你思考恶意 复仇和生命的意义 此外 独特的陷阱 悬念 震撼的发展也是吸引观众的因素 电剧惊魂系列每部作品的详细解说 电剧惊魂2004 故事以神秘凶手数据为主角 两个人被困在他设计的残酷陷阱中 Jigsaw迫使受害者作出道德选择 主角是前侦探现在担任侦探的大卫和医生戈登 大卫和戈登陷入了拼图游戏 被迫反思自己的行为 电剧惊魂220005 在拼图杀人犯的续集中 拼图捕获了新的受害者 埃里克马修斯 Erik Matthews曾经是一名侦探 现在是一名侦探 他卷入了拼图游戏 他的儿子丹尼尔也陷入了陷阱 与此同时 警察试图将拼图逼入绝境 电剧惊魂32006 即使拼图濒临死亡 他的计划仍然影响着新的受害者 受害者被迫通过致命的陷阱 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 在这部作品中 Jigsaw的过去被揭露 电剧惊魂IV2007 即使数据死后 他的计划仍在继续 在本作中 与Jigsaw的死亡有关的新谜团被揭开 即使在Jigsaw去世后 仍有其他人试图模仿他的方法 电剧惊魂V2008 继承了拼图信念的弟子们 开始了新的游戏 受害者们齐心协力 奋力从陷阱中生存下来 据6-2009 Jigsaw的计划针对的是腐败的保险公司和有权势的人 Jigsaw的哲学和过去将被进一步探讨 即使数据死后 它的影响力仍在扩大 电剧惊魂3D或电剧惊魂最终章2010 Jigsaw的计划已进入最后一章 受害者被卷入Jigsaw的复仇游戏 这是其今为止故事的完结篇 拼图2017 数据死后 新的谋杀案发生 数据复活的谣言也随之传播 语言系列一样 将引入新的陷阱和游戏 这表明他的计划仍在继续 该系列有何奥秘 电剧惊魂系列的故事中有许多谜团和秘密 以下是一些最重要的谜团和秘密 数据的真实身份 最初 数据约翰克莱默 是事该系列的中心人物 他的原则和行为背后的真相被视为重要的谜团 他的行为背后的动机 以及他为何让人们经历残酷的考验被揭露 陷阱设计与狡猾 Jigsaw的陷阱和游戏不仅迫使受害者做出选择 还包括复杂的设计和惊喜元素 解决这些陷阱和谜题是重要的元素 了解他们的目的和意义也很重要 人物关系及背景 角色之间的关系及其过去的事件影响着该系列的整体故事 有时过去的事件会带来新的谜团和发展 连环杀人案背后的真相 数据计划背后的真相 以及他的继任者犯下的连环谋杀案是该系列的关键谜团之一 他们对所选受害者的目标计划和意图将会被揭露 这些元素是电剧惊魂系列的关键谜团和秘密 也是理解故事复杂性的关键 这些谜团吸引着观众 让故事变得更加有趣 这个系列太残酷了 电剧惊魂系列通常包含血腥和怪诞的场景 描绘暴力 内容 极端的装饰和残酷的死亡场景 拼图游戏旨在让受害者暴露在极端的情况下 并在此过程中描绘出极其极端的场景 影片充满暴力 尤其是被陷阱压死的场面 非常极端 令人震惊 还强调心理恐怖 描绘人物经历绝望和恐惧的感觉 因此 电剧惊魂系列是一部典型的恐怖电影 意在给观众制造恐惧和紧张感 由于内容描写残酷 不擅长或容易受到心理影响的人 请谨慎观看